接下来我们讨论弹簧的串联 如果把几条不同的弹簧把它串联起来 形成一条新的大弹簧 则对于整条弹簧而言 我们把组合的弹簧当成是一条新的弹簧 而实际上新的弹簧是由其中几条小的弹簧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看旁边这个图形 假设上面有两条弹簧 如果一条A弹簧 一条B弹簧 A弹簧的弹力常数是K1 B弹簧的弹力常数是K2 现在把两个弹簧把它串联起来 串成一条新的弹簧 则串联之后的弹簧 我把它当成是一条新的弹簧 因此如果用力把弹簧伸长 施力F 由于弹簧串联的缘故 对于轻职的弹簧 每一条弹簧收力都相同 所以我如果向右边施力F 则A弹簧它受到一个F1的力 B弹簧受到F2的力 因为是串联的结果 所以F外力会等于第一条弹簧A所受的力 也等于第二条弹簧B所受的力 所以F等于F1等于F2 每一条弹簧C以上受力是相同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力的传递性 可是整条弹簧总伸长量如果是X 因为整条弹簧它是由A跟B两条组成 所以把A的弹簧生长量如果X1 加上B弹簧生长量X2 两条弹簧的生长量加起来就是整条弹簧 它全部的总生长量 可是对于整条弹簧而言 整条弹簧失利是F F等于整条的弹力常数是K 乘上全部的总生长量是X 这个K就是几条组合弹簧之后 新的等效弹力常数 而整条弹簧全部的总生长量 我叫做X 可是其中A弹簧它受力F1 本来F1等于第一条弹力常数是K1 乘上生长量是X1 第二条弹簧它所受的力F2 会等于弹力常数是K2 乘上生长量是X2 因此我们透过长度的组合关系 我们来做代换X等于F除以K 所以把X换成F除以K 结果等于X1我可以表示成F1除以K1 加上X2我可以写成F2除以K2 由于我们刚刚说F等于F1等于F2 所以我们发现分尺可以约分 所以我可以得到等效的弹力常数K分之1 它会等于K1分之1加上K2分之1 如果只有两条弹簧 我可以得到两项的组合 如果是几条不同弹簧的组合 我就可以写成等效弹力常数K分之1 它可以表示成K1分之1加K2分之1加K3分之1 以此类推点点点 如果我们把相同弹力常数的弹簧把它串联起来 像旁边这个图形 这里有三条相同的弹簧 每一条弹簧的弹力常数 如果第一条弹力常数是K 第二条弹力常数是K 第三条弹力常数是K 假设把三条串联 则我们利用刚刚弹簧串联的关系是 利用弹簧弹力常数的导数 我们来求弹簧的串联 因为第一条弹簧弹力常数是K 所以串联的结果K分之1 加上第二条还是K分之1 再加第三条还是K分之1 结果把这三条组合起来 就变成了新的弹力常数 假设新的弹力常数是K1分之1 结果三项组合就变成了K分之3 所以把三条弹簧串联 得到的弹力常数 K1就等于三分之1K 因此我们发现 我如果把三条相同的弹簧把它串联 则弹力常数会变成原来的三分之1 以此类推 我如果把五条弹簧串联 则所得到的弹力常数会变成全部的五分之1 那如果我有N条弹簧串联 每一条是K分之1 结果N条合起来总共是K分之1 连续加N项 这时候就有K分之N 于是新的弹力常数大K 就等于N分之K了 所以把N条弹簧串联 所得到的结果 变成原有弹簧的N分之1倍 这个就是弹簧串联的组合关系 而如果把弹簧把它并联 则每一条弹簧有不同的弹力常数 第一条弹簧弹力常数K1 第二条弹簧弹力常数K2 可是我现在把它采取上下并联的方式 由于并联起来 弹簧的两端它们长度相等 于是我们施力向外拉 当施力F向外拉的时候 第一条弹簧受力深长 假设受力是F1 第二条弹簧受力深长 假设它的弹力是F2 于是我们就有了 所施的外力必须要克服弹簧的恢复力 才能够达到平衡 所以F必须要等于F1 加上F2 如果有两条以上弹簧 则其他继续相加 以此类推 但是对于第一条弹簧而言 施力F1等于 弹力常数是K1 乘上第一条的生长量是X1 而第二条弹簧的恢复力如果F2 则F2等于弹力常数K2 乘上生长量是X2 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项F1写成K1乘上X1 加上F2 加上F2是K2乘上X2 其他继继续相加 以此类推 结果因为并联 每条弹簧生长量会相同 所以第一条生长量X1 会等于第二条生长量X2 等于第三条生长量点点点 每一条都一样 这些整个组合起来 等于全部等效弹簧的总生长量 所以等效弹簧 它生长量X也是相同的 所以对于等效弹簧而言 我把并联的结果当成一条新的弹簧 则施力F4等于新的弹簧常数是K 可是整个弹簧生长 还是只有生长X 于是因为X1X2跟X每个数值都一样 所以我们把XX1X2 我们就可以两边把它削掉 因此就可以得到K等于K1 加上K2 继续加点点点 这个就是弹簧并联之后的组合弹簧常数 就是弹簧并联之后的组合弹簧 所以我们把XX2的组合弹簧 和XX2的组合弹簧